大家好,我是三毛 本部影片要來試玩介紹《天原突破 紅蓮羅顏手遊》 遊戲開局進去就會帶動畫第一集的劇情前導 對沒有接觸過天原突破動畫的玩家,其實帶路感是很好的 不過能明顯發現,過場動畫跟語音基本上都是直接搬過來遊戲內使用 登場的人物也沒有所謂的手遊原創角色 都是動畫中有出過的角色,比方說西蒙主角、童年團老大卡米娜、看板娘庸子等等 那劇情簡單介紹到這邊,接著主要講遊戲內容 講到天原突破,不外乎就會想到他們的顏面機甲 隨著故事推進,西蒙會挖到他的專屬顏面羅顏 也會聽到卡米娜的招牌台詞 相信,相信者,你的我 接著玩家就會用磚頭去啟動顏面,後面的轉彈也是這樣 這邊我就直接切戰鬥畫面了 算是還蠻讓我不意外的預料之中 戰鬥採用全自動回合制 玩家只需要把角色放上去九風格戰鬥即可 角色也會自動放技能必殺技等等 這個模式有點像我之前玩的放450 不過遊戲有繼承動畫熱血的元素 在放必殺技跟招式的時候 都會喊出招式名稱還有精美的動畫過場 像是西蒙的招牌磚頭羅顏衝擊 自己唸出來都有點尷尬 然後莫名其妙就贏了戰鬥,就是天原突破的爽感 我就再帶一場戰鬥演示給大家看 天原突破手遊一樣有戰陣系統,場上最多5人 炎面有5種屬性,鬼火風土互相克制,宇宙是邊緣的 要觸發戰爭至少要有3個屬性一樣的炎面在場上 我示範的是3火加2水,觸發15%數值加成的戰陣 未來應該是以5隻不同屬性的20%或者是同屬的25%為主 擺上陣容後就可以按初級讓角色自動戰鬥了 下面的行動條是出手順序,炎面的速度越快越早出手 雖然他有分成前排中排跟後排,但是進度沒有很後面 所以感覺沒有什麼差別,等主力放完大招就結束 1人帶4人的概念 看到這邊的玩家還會想要繼續玩的玩家 就讓三毛帶領你們去看看其他的遊戲設定吧 角色等級最高240級,星數會影響上限 角色星數最高可以到16星,沒錯你沒聽錯 炎面的升星方式就是把同樣的星級的炎面吃掉 三星羅岩就是吃兩隻三星羅岩去升級成四星羅岩 這個堆肥系統大同小異 等後面抽比較多顏面之後一件升星就會有很多四星 然後四星羅岩再吃兩隻四星風鼠就可以變成五星了 這遊戲的堆肥系統是這樣,其實聽起來不難 升到五星是不難,但是升到16星有點無底坑 卡池則是分成普通、屬性、友情三種卡池 比較讓我意外的是抽卡的機率還不錯 那個卡池機率沒有太大差異,沒有四星機甲 二星50%、三星45%、五星有4.5% 並且100抽有保底送一隻隨機五星放置型遊戲共同點 沒錯,它就是一款放置型手遊 等級雖然推主線也會提升,不過大部分都是掛機來的 它還有類似農園家園村莊系統要派遣角色去獲得支援 雖然它還有些PVP、Loglide、還有陸式等玩法 但是抽卡堆肥要把角色堆到16星這件事情有點大坑 我還有專屬機師跟配件沒有講到,商店系統很可怕 各種要花鑽石購買的配件跟角色碎片讓你養成顏面 一個普通商店不夠,還有軍團、零件、遠征商店 基本上有很多都要買的資源,比方說磚頭的抽抽券就是啊 順帶一提,封測沒有開放課金系統,所以不知道壁值 總而言之我覺得這遊戲的養成點很多也很大坑 因為資源可以透過商店花鑽購,然後就到背包把這些殺肉全開光光 你就會獲得一大堆堆的資源 雖然可以造福沒有玩遊戲的課長 但是有間接的讓遊戲的壽命簡短以及製造更多坑 希望這部影片能幫助到想要入坑天原突破所有的玩家 包含我呵呵想看看正版授權家原廠兼修的品質 嚴格來說動畫、美術機甲設計、劇情、音樂等等都很好 但是感覺87%的內容都是從原動畫裡面翻過來的 但是實際上遊戲的戰鬥只要全自動就可以通關 顏面設定成要堆肥成16星240等級這個無底坑 最後再加上放置型手遊的概念套路 資源可以靠掛機的還有商店的花鑽快速資源獲取 成了一款天原突破放置型換皮手遊 雖然課金元素封測沒有看到 但是美術劇情100分遊戲性卻是不太及格 相信相信著你的我 不知道遊戲會怎樣再回原廠兼修 如果照封測這樣子推出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出事吧 沒有期待沒有傷害 好啦影片到這邊我是三毛 喜歡我的遊戲介紹推坑系列 記得幫我數值三連 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也別忘記開唷 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 告訴名額 是被宣生掉了 是的 嗯 舉衣 結果會不會讓人說自己的 戰没